格温 像后期有点作战力 正面来说的话 甲克斯也行 其实都可以 就是只要能单代就行 选什么都一样 那这种选下来的话 对于IG来说 他们前期的进攻压力 可能稍微会大一点 毕竟他是一个派克加狐狸的 这个中服组合 前期的话可能小薰的干克路线 会更多偏向下半局一些 至少就是帮德莱文提款 而对于UP来说的话 这套阵容打团其实很不错 但就是要等装备成型 起码两天套以后 电竞精灵给到两边的平分 一边扎实 一边是良好 UP这边是只有69分 确实他们这个阵容选出来的话 可能容错没有那么高 而且先手能力比较不足 对 就是要打拉扯 或者是找抓单的机会的 得等对面开 但是对面这个阵容 也不太像是一个开团阵容 对面开团的是啥 派克 就这个英雄 你说前中期还行 后期这个就顶着脸勾的话 就勾过去自己就死了 爱奇这边是靠抽奖 中路狐狸的魅惑 然后下路勾子 先抽一个奖出来 瞬间集火可以爆发秒掉一个 对 但是对于两边来说 就是主动性都不强的情况下 就看谁前期联动做得好 尤其是派克这个英雄 派克这个英雄 之前LPL有选过几把 就是我记着 昂小航都玩我 对吧 但是他们的派克 都是那种 三四级就开 尤其是昂的派克 三级就直接跑到中路去挂机去了 就是下路 你给换封整个轮子妈之类的 你自己在下面挂线 然后我就去一直游走 但是这把 他们肯定是要打下路 这个双路的 两边打野 大概都会前期围绕下半区做尸琴 就看前期派克的打法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些打得凶的话 他一二级过来 跟你硬换闪线 因为对拼肯定是 IG的下路要更厉害一些 直接把闪线换了 然后三级把打野摇过来 对吧 空一波线 就看下他们是怎么想的了 还是说主打游走 迪军还有30秒 曼尔是不假四红 很稳啊 没有太多一集团的设计 双方也都没有做 特别深入的眼位 还是主动性都比较差吧 进去了也不太好留得住人 蓝色方是在下半区的三角草 点了个眼 怕对面一级蹲草 都是比较防守的眼位 对 你写的预测是觉得会出现在 Crying跟小安这边 也比较符合就是这个阵容选出来的预期吧 因为IG肯定是要围绕下半区去做事情的 就是也可以前期不围绕德莱文打 但是不能让他死 就这个死一次赏金一掉 这个英雄直接走一半了 对吧 那UP也非常清楚 下落双手压力是比较大 所以没有让邦直接选择上线 嗯 Wink也是带着扫描啊 这个是能给到更多的线上的压力 抢中草嘛 先来第一勾 勾过来 有害不足层 而且波罗这个Q被左身扭掉了 非常的细啊 小安这个小走位有点东西的 嗯 小Z得随时保持自己的血量 已经把药给磕了 因为被抢二的话 有可能会有EQ闪的说法的 直接往后撤 再来一勾 又勾到小Z 帮忙挡下泽力的Q 反击风暴 跳开 上路这边的话 其实更多就是各自发育 等待也来 这个对线来说的话 是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而且尤其是Z这个出装啊 就是摆明了说 你线上别想找我机会 不给机会的那种 啊 小薰选择野区全刷 而Hacker的话是留了下半区的野怪 只刷了个buff 然后刷下来 而且Z这个血量 小薰来可能有机会啊 因为Hacker是在下半区的 来了 很大一波冰 走过来的话 但是冰可能死的差不多 没有炮车冰 那算了 这个 这波要是有个血量 健康的炮车冰的话 真有说法 看到Hacker了 来中路找找机会 看这个W现在捏住 交产线躲魅惑 W好了 但是小都美的E 应该是美好的 过来硬贯伤还要杀 Crying有点 大义了吧 主要没想到他们 逼了一个闪之后 还继续蹲 对 就他觉得薰应该走了 但是薰一看 我这都 前脚还没离开 你就出来了 有点针对 死的有点自然 这个第二波死的 这有点自然 就是感觉就是 本来说好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你有折返了 你不讲道理 不讲五折了 是 还是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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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中路要抓难度有点大呀 上路紫卡打的比较凶 而且这个线是往紫卡那边推的 上半区他们做的视野还是比较充足的 对 这么是有踢的 而紫卡第一波回家是因为前期拿到了推线权嘛 是没有交提皮的 这样的话控线注目也不太好避 因为这个线避回去 就算踢出来也会亏很多兵 嗨克选择上来帮忙环境波压力 但是这个眼睛没有看到 藏在阴影里面极致的卡视野教学 但紫卡没有选择继续往前 因为小兵太多了 而河道的这个眼把嗨克给看到 但是小薰来了 这个位置直接交闪不交闪死了 Q技能中 薰在边上 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紫卡手上还有闪现在 反而嗨克这个地方有点危险了 没有队友在身边 祖母是有提皮回家买个不假 现在是要慢慢回血才行 来看一下摸眼直接走 现在又捏住了Q技能 闪现一个配合被动的P.A 拿下人头 祖母接过来 没有闪现追不上小薰 嗨克这边还是闪现捏得有点太死了 跳过来 回旋标短了一次 被前面的 粘住了 这个A死了 这回旋标被近战小兵给接住了 没有丢出去 那还行 至少祖母吃到一个头 就嗨克这波没有白牺牲 直接跳脸 但是跳脸打不过吧 说实话 波罗选择先B 来一套 祖母这边等级领先了 先拍一套 紫卡少吃了很多兵 小薰直接下来控龙 知道布隆已经回家了 下半薰子对有UP不好真的 中下都是IG这边有限权 是的 再加上前期薰又帮中路抓了一波 对 这个野位是随时在看hiker的动向 这hiker是两分钟前在中路一直到上路 乃至现在打黄蛙不都被看到了 呃 要打到底吗 祖母马上变大了 紫卡再打下去 要等下一个反击风暴才行 但是祖母的大招也没好 主要祖母回去身上有个不假鞋 啊 纳尔这个英雄一旦出到不假鞋 就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对 就尤其是打这种近战物理英雄 很油 这个线回家 紫卡是得窥薄兵的 这个线真不太好 逼得推进去再逼 这韩晓都没往上靠 给点压力 哦 推波线 就当着你的面走上来 是 就这个就跟祖母说 你这波不走你可能就要被跃 但是好大一波兵呀 祖母直接一走 伤害可能要灌死了 大招拉二段Q 非常的漂亮这波 凯克 亲到了 一闪 有钩子 Q技能减速 没有选择勾回来 想直接秒 主要 祖母这波其实 知道小东被往上靠的 对 没想到自己会这样直接 平平无奇地被击杀 是的 就是对面杀 杀意已决 因为太大一波兵线了 这波兵线没吃到 祖母基本上崩了呀 上路肚层也被吃了两层 这波真的很伤 是的 好伤啊 而且刚才小薰手上 应该是有大招的吧 没有 反正我感觉就是 IG这波杀 Hacker没有配合的特别的好 差了一点点 因为WICK是有个往回Q 就蓄力Q回来的机会的 这波UP是觉得看见小安在下半区 直接选择去动先锋 那IG的选择就是放给你 反正他们主打下半区控龙 是 但这样我觉得 UP也没有说特别赚呀 下路德莱文吃肚层的同时 两波兵线 UP这边是没有人去享用的 而且就是 安安是选择断线 这里还有人在拦 就不给回线 不准吃两波兵 带炮车兵的 而且这样的话 要被塔给磨完了 同样肚层小王还能吃两层 UP这条瑕谷仙谷 拿的真的一点也不赚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下路双人座很伤 对 非常的伤 而且狐狸也在往下面靠 crime也来了 得救一下 发现不对劲 狐狸直接回去了 三个肚层了 小C赶紧举盾挡一下小安的平A 别再摸我的塔了 小安想吃肚层 小安很着急 是 急着斧子都接不住了 小C也很着急 这塔看着我都心痛 心在滴血 还差一刀 这把主要hiker 前面所有的位置都被看见了 他根本找不到节奏 IG的演奏得太好了 再加上中路那波 把crime先给抓到了 还是线上英雄 在前期都比较弱势 导致他们也没有办法 做深入演尾 就三条线 就是对于UPS来说 现在三条线 没有一条线是有优势的 原本刚才那波 Zoom杀了之后 对线还挺舒服的 但是 小东北这波Gunk 加上那波塔下兵 让他又回到解放棋 直接明着来 好 这个肚层是最终被小B给磨掉了 总算是 撑了好久 心里那块石头放下了 小安回家也是把星石给掏出来了 Wink 无速鞋已经有了 要开始跑起来了 这个派克 游起来了 看到泽利在往河道消失 而且河道全视野 说实话 IG这把视野做的真的有点好 而且你看一下上半区 就是蓝色方上半区 那个野区 也是贾克斯 应该是贾克斯过去放了个真眼的 一直都可以捕捉到对方的位置的 我发现确实没机会 还是想把这个先锋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就是 不甘心只是两个肚层 因为我付出了那么代价 那么大的代价拿的先锋 但是在上路都留了这么久 自己下路要遭重了 爱情直接一波四包二 往下半区给压力 因为小龙也快刷新了 这波就算杀不了人 也可以把下半区的视野全部抢占 对 那对于UP来说 就是现在打野兵就得来下 因为太黑了 而且小龙已经刷新了 Wink在旁边骚扰 直接开始动小龙 对于UP来说 这个小龙是接不了的 中路Prim的劣势有点大 而且这个时间点 木鸦是没有战斗力的 他连帝国指令都还没做出来 可以 Wink的小走位 一个劲都没吃 是吧 有点联动不起来 对于UP来讲 只能等打团了 没有节奏点 对 本身他们这个阵容选的 就是没有人能配合到 Hiker先手的 是 再加上前期 小龙节奏又比较好 对 你们原本 终于也能联动一下 但是薰的那波 连续抓中太关键了 有机会来吃肚层 感觉能拆一塔呀 没有人 现在人员有个漏房 赶紧来 F 应该还差一点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不敢A了 这波IG想要流远了 Aelk直接被勾到 开大招 但是教室闪现之后 被薰这边痛过 万千里连住 但是他拉扯开了 反而是薰这边非常危险 远地罚站 直接被小C击杀 还要追 小东北还有一段大招 来了 找谁 找小C 贴脸的E 躲不了 Waker的E 这种大招展出来 也有份 给到小安身上 小钱袋子一拿 心里美滋滋啊 这波虽然说 打了个人头的互换 但还是IG这边 稍微 人头来说 要稍微赚一点点的 因为毕竟有个派克的 大招被动嘛 还能再顺势推波线 吃个肚层 那这样的话 两根下路的肚层情况 其实交换的差不多 而IG这边 反而要更舒服一点 因为基本上都是 安一个人吃的 刚才这波第一时间 小薰没有斩到 没办法秒了 是 他闪眼过去 然后被A出被动了 直接站在原地 哎 又是景点 差一点点 不给吃了 你永远可以相信 布隆 先破两个亥股 你看 看一下 IG下半区的视野 好夸张啊 对啊 很准的勾 来看啊 这波 第一时间给了个虚弱 大招 没斩着 闪现过来 被A出被动了 动不了 然后加上盲车 闪现过来 一脚 直接远地罚 踢在了墙上 对 动不了 灰烬骑士的特效 帅的 是 而且这个斩完了以后 就是派克自己的耳机中 就是派克使用者的耳机中 会有那种史诗般的音乐 一塔最终是UP凭借 霞虎先锋拿下的 来看一下 接下来IG要如何去展开进攻 嗯 现在就是能不能给小安提个头 但是刚才的话 已经把费动给拿到了 就还是需要滚他的经济的 这波IG先落位 已经开始打 UP还想过来看 但是没什么角度 一勾勾到小C 呃 来看一下正面 先锋已经拿掉了 住这个状态 他在绕后啊 这位置 小纳尔 小纳尔 大招空掉了 你的关想来了 反击波暴军几个 这边的话 跳进去 要先杀 魏克先倒了 朱姆雪岚也很残 闪现走 被子卡追上 而且側翼的话 小冬北的输入位置太好了 通关电力下来 有个表表先规避一下 小表小薰 没表了解 会接进来了 雪亮也跟上 而且小安闪也过来跟上 那这样的话 要打团面了 UP这波感觉没道理接 上路 朱姆是个小纳尔 然后位置已经被站住了 自己又没有视野 强行上去 也掉了呀 主要是 主要强行上去 接了一波团 他们这个阵容 主要先手 真的就只能 可能靠个布隆 但布隆的这个大招 先手能力还是比较弱的 是 那这样的话 他们有点加快 自己的节奏了 提速了呀 给自己提速了 本身这个阵容的强势器 也不在这个时间点 来看一下这波团战 小纳 这边没什么战斗 而且小子的大招也空掉了 被子卡给包住 这子卡进场的一个时机太好了 而且全程小安跟小东北 都没有人去威胁到 是的 输出位置太完美了 是 感觉Wink也很关键 Hacker一开始想找角度踢的时候 被勾了一下 导致他只能向后撤 第一时间没有踢到对方后排的话 盲森在团战中作用也比较小 这个德莱文要管不住了呀 这德莱文已经两千半了 这被动加上你也有份全市前各种体验 三条龙 感觉这把他只要不是被Hacker踢回去都挺能输出的 其他人不是特别能威胁到IG的双C 还想抢个红 怎么又是风龙魂了 最近这风龙魂频率也太高了吧 是的 记得好像有人已经把管哥说风龙的都剪成极紧了 可以 就是每一次一出就来一局 是的 主要是风龙魂这个东西出了以后 就对于烈士方来说没压力了 就反正不用争 争论你拿着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除非说就是 你是个择力 对吧 拿了风龙魂可能很厉害 这场一加选手给到小东北 这位经纪领先1100 这把他太灵活了呀 而且IG中野联动做得很好 对 盲视野 有小兵有小兵 勾不着 放弃了 先手也只有Wink的这个Q了 透骨坚定 小东北两件了 而且很早就买了快表 Wink这场的钩子确实也挺准的 是 现在排眼刀给到的压力啊 UP的视野有点做不出去 嗯 UP现在的眼只能坐在第二塔附近 是把纳尔应该是要破剑者带起来了 但是贾克斯已经把破剑者做好了 两边就互相带 而且单代来说的话 等级越高 纳尔肯定是越来越难打的 贾克斯的后期还是猛的呀 是 问题是他们现在打团肯定是打不过的 装备差距有点大 小安这边小穿甲工也做出来了 小安这边马上三件了 现在差个合成费 AD位的话对位差了1000多块钱 现在身上400多 差个500块钱 可以把大穿甲给做出来 吃不住他的这几斧子的 三板鼠 对 而且现在Wink消失 就对UP来说压力就很大 主要自己这个阵容也不太好 留住派克 来看一下 IG要不要对大龙有点想法 这个对大龙有想法 主要就是逼UP过来打架 因为他可以先过去 把大龙坑附近的视野给排空 来了一片黑 只有蓝牌旁边给了一颗眼 而这种时候派克斯玩得最爽的 阴影中没事给你来一下 现在给大龙压力 起码逼个Zoom的TP出来 开动了开动了 Zoom回家买装备 这波TP的眼位 只有蓝牌旁边一颗眼 看到了两个人在打 打得不快 而且这波IG肯定不会打到底的 小东北还在消耗 是 紫卡也有7 回家补一波 这波只是尝试 小安也毙了 那就走了 不给压力了 对 应该是有钱合成大穿甲弓了 并且一分多钟之后 小龙刷新了 三件套了 20分钟出头三件套的得来文 这个梁腐子 对 梁腐子下去 就是有句话叫领先一把无尽的伤害 但是先看一下上路这一波 找到小东北 闪现Q 还有一段大招 因为小东北手上也有闪的 能拉开吗 走不掉了 闪现给大招 报二段直接接一个Q进了 炸死 这波机会找得很好 但是抓完了小东北 而且付出了自己终于两个闪现的代价 其实这个人头说白是比较干的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人头 拿到地图资源 大龙也是动不了的 是 小龙还是过不去 但是终结的人头嘛 也给乌鸦来了波补给 烈士局 机会找到的话 肯定还是赚的 是 不能坐以待毙 来看一下 领先一把穿甲弓的时候 A人痛不痛啊 是吧 主要这把得来文 真的是玩得太舒服了 太顺了 而且接下来 海克尔没闪 Cray没闪 小安的输出环境也会更好 对 30秒小龙要刷了 现在下路的兵线处理还不错 IG可以过来先占位置 整个地图上 红色王的视野都做得很深入 对 没获得到先打一套 先打一套 自看啊 要动小城了 有功夫性拉两个 Zoom也来了 怒气还可以 回去没有刮中了 对Zoom来说打团 是可以第一时间变大的 这个怒气 直接选择动小龙 来看一下正面怎么说 小龙先选择秒一个 换来的成界 对 风龙拿下来 而且小C状态已经非常残了 但是侧翼的话 IG也不好留人 而且Zoom马上变大了 也没有选择继续深追 IG打得也比较稳 这波他们拿到龙就行了 没必要接团 而且纳尔变大了嘛 对 再加上他这个阵容也 不好去留人 那现在就让Zoom在下路 带起他人给大龙压力就可以了 小龙也是有TP的 继续来大龙这边集合 直接TP到上路 而且龙坑附近 是没有任何UP的视野的 唯一一个探照眼 还被屏蔽掉了 可以尝试性的动一下 而且是让双路站中 给对面一个错觉 但是布隆过来放眼看到了 看见了 算了 而且现在放眼好难受啊 是Wink看到一刀一个 继续动 你拉 没有拉到 对 在这游 但我觉得这个打龙 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打龙会给机会 对 没必要打其实 现在就等贾克斯去带 就是把那个线带身以后 埃基再去打龙 刚刚下路两个上单应该是对拼了一波 然后ZiKa选择先回城 好 现在就等贾克斯带线啊 就单单来说 贾克斯完全不怕这个纳的 当贾克斯把线运到 就是UP的二塔附近的时候 IG就可以尝试去动这个大龙了 主要还是IG他们打龙也没有特别快 而且他没有一次是大家一起集结打的 都是两个人 随便换两个上去试一试 小C在尽可能的往外做视野 但是根本做不出去 就先一刀一个 WINK的视野分已经115了 来了 又动 贾克斯推翻线 回家应该是买冰心的 直接提P了 这次选择奇迹打大龙了 要打到底了 ZiKa也听过了 而且ZiKa的动起很好啊 这边先动小C 来看一下WINK这个钩子 驱逐自己可能被秒掉了 交闪现 而且龙飞 HIKER给抢下来了 而且一个路线非常好的ZiKa进场 反正帮遇了两个人 小C斬进来先减一个 回来一个大招斩过去 HIKER也倒了 LK输出位置还行 但是伤害不太够 一个人追WINK WINK可以能减速一下 原地的一斩 直接死了 没有斩出来 还要追强权机关减速一下ZiKa 这边还能追吗 小C斬的手上还有大招在的 而且闪现马上转好了 接到了LK的脸上 LK就没有任何的技能了 还在拉扯 这个大招的超线暴战 还没有结束 但是安琪选择 让ZiKa去绕 有个爆炸果实 LK的逃亡之路 还能进行多久 一技能翻墙溜溜 加速回程能走掉吗 他没有追了 打了个碳烧果实 追不着了 保留了一个龙肿 这一波抢龙 算是虚了个大地 这也能抢到 对 这也能把龙给抢了 他是顺便去踢WINK的时候 行行流水 我们来看一下 海哨 这波他看似是在打WINK 实则拨眼过来 直接抢龙 一个成 声东击西 玩明白了 玩明白了呀 但问题还是 左边阵容 没有办法去限制 对方的双膝突出 没人去管到 德莱文 他砍得太爽了 是的 而且这波WINK 斩了两个 经济也是吃得饱饱的 但这条龙抢下来 又让UP续了一口 就是短时间内 不会被对方 威胁到高地了 对吧 因为没有大罗马夫 IG这个阵容推塔 能力比较差 主要 Alco也保留了一个 龙肿全村最后的希望 对 但现在小安这个装备 真的是非常恐怖 26分钟 四箭套 持续领先一把无尽 又领先一把无尽了 这个是真的领先一把无尽 他在团战端当中的 这个输出环境太好了 现在加上自己 这个双招一直都在 没人管到他 他其实这把 Alco的发迹也很差 对吧 他还是有伤害的 问题就是队友能不能拖到说 他把伤害全部灌出来 就前排有点顶不住 对面几斧子 嗯 现在就是 Crying这个精神很重要 嗯 他有精神以后 至少可以再拖个2.5秒 乘以乘 给Alco点输出环境 对 贾克斯处理中线 因为带大龙buff是泽力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缓解边路的压力 因为泽力随时得在正面才行 嗯 下路的线其实 IQ可以选择去稍微推一推啊 把线送进去 可以给到UP更多的压力 因为现在Zoom也不太好去单带 现在感觉把中下的兵线运一下 做好下半区的视野 准备打远古龙 是 但如果这个远古龙 UP能够抢到 抢下来 那真就说不准了 这样的话我就只能说 英雄联盟的设计时 你看看这个凤龙魂 这么大的优势 20分钟出头拿个龙魂 右边四块表 Crying的精神也做出来了 小安也整个块表在身上 真要决战远古龙了 其实这把就是因为 两边先手能力都不足 不然也不至于 右边领先这么多 这找不到机会 对 上不去高地 一直搁这摸 转还是大龙被抢了 没抢的话 现在高地应该已经拆掉了 而且左边这个阵容 它爆发不高 但是胜在扎实 Crying的精神也有了 现在其实中单位的装备 没有差特别的多 紫卡反击过往上去换一下 因为小C IC这边也不好打 他要拉扯一下的 都没先手 现在只有Wink了一个钩子 两边都是辅助搞了点伤害 而小薰一直在被耗 但UP这个时间点 接正面的话 如果开得好是有机会 拉了两个 都有卫衣 都有卫衣 全溜了 而且小东北选择大回去了 交产线 骗到来 要看要个直接上来 紫卡一个人在绕后 真面的话 快没看出精神先被秒掉了 先到一个中单的情况下 已经中人状态也还能接受 哇 这个胆子是真的有点大呀 是 Zoom这边怒气还保持着 Zoom也不敢A东西现在 A了一下 但是A完可能变大了呀 小东北选择回家要7出来 难道要看海少了吗 但是中路啊 中路已经带到高地上面去了 对 有人带线 再打断开始拖时间了 海少肯定不能走的呀 这个远古龙不能放 但是队友走了 他们走也没有意义呀 一堆人要盯防他 小东北过来看他的Zoom说 那我陪着你 远古龙要放了 但是放了回家高地还是没了 而且这样远古龙也会掉 这波UP真的是被架数了 没办法 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就这边打的话少个人 对吧 就是Zoom是有7P的 就打输了可能要被一拨 就现在的话至少说 勉强再拖一拖吧 长痛和短痛的区别的感觉 对 长痛和短痛的区别 就这个你直接上上去打输了 就一拨了 这主要小东北刚才那个举动 让UP以为抓住了一波机会 没反应过来 对 就没想到他都敢跳回来 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时间 开得很好 有个病拉两个人拉回来 但都有位移 太灵活了 然后直接回来了 这波直接骗得Elk上去输出了 问题是Krine 这个精神没开出来 镜头一转目看见 小C被击杀了 烈士方辅助做视野 大龙刷了 5秒钟 5秒钟差不多抓掉 但只有两个人打 那这样这种三龙会顶在一起 而且这波肯定是想直接带走的 嗯 给现在Wink 这把的派克就是那种开心派克 左边阵容拿他一点办法的 只要他不上去自己给机会的话 完全留不住他 看下右下角是怎么击杀的 就是过来做视野被逮到了 没办法 视野肯定也是要做的 对 现在UPA 对于UPA来说 最后一波了呀 现在就是 对 看能不能防住啊 我感觉只要这个团打起来 UPA就直接结束了 现在对他们来说 是把援火龙这个buff给拖过去 看能不能拖得过去 但是IG肯定是不会给这个机会的 呃 直接来了 白金炮开着顶进去 大车也交过了 小C被勾回去了 小C直接被援火龙配合 Buff斩杀掉了 骇克也没办法 对往后撤队 现在就是IG的收割知识 都走不了 猪独身权 又变大变大了 推了三个 但没有伤害 L的旁边 富黄的给伤害 但是紫卡这里是有个 复活甲在手上的 宽然也比较的能歇 先把IT的猪人给逼退 复活甲起来 紫卡白金炮已经好了 但是L手上有闪现的 没选择追 通过天理往回走 这波拉扯做得还不错 但是勾到了 没减速到 将闪现往后拉开 而且通过天理没有斩中 小安过来 一刀 有援火龙Buff 这个对战不攻击 一刀鸡卷吸起来了 宽然闪现一个Q 没有闪到小安 一锦的栽摆 配合最后一丝的远古龙Buff 收下了宽然的人 小安架到了最后 回了起来 是的 恭喜IG拿下逆场比赛的胜利 刚才宽然就闪现 那个Q进的小安 A出来了 吸了口血没死 你别说最后一下 要是换掉的话 感觉 IG也不是那么轻易的能一波 如果换掉 说不定还有 说不定就可然也还能手一手 还有拖下去的空间